请喝茶 你想烫死我啊你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 连杯茶都跑不好 你还想不想干了你 实在是对不起 我的 你要的文件 这是你的 给你你的 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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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光与点栏目 小姐里面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来 真的是人要衣装服要精装 连气质都不一样 你跟我说 为什么要假装回约 为什么要故意制造流产的假象 把过策推给小程 你听谁说的 哦 肯定又是小程 你到现在 还把自己做的事情推给别人 不是他会是谁啊 哼 这个小程 真是的 怎么就缠着我们安家不放了呢 这个早有盛世 哥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胡说八道的是你 那天我在医院 切儿听到你跟医生的对话 你还要否认 既然你都听到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不错 却有此事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哥 我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啊 爸为了那个小程 把绍军赶走了 我要是不假装怀孕的话 怎么能让爸重新接纳少君呢 只是没想到后来 小程还是对少君纠缠不清 还把我给弄摔了 我这才顺水推舟 假装流产 让小程承担一切后果 我这么做呢 一方面呀 可以让自己解套 另一方面呢 又可以让小程内疚 何乐而不为啊 为了你是自己的谎言 那小程以为 他害得你流产 而内疚一辈子 你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过分 是他过分 还是我过分啊 是他先来纠缠少君 要破坏我的婚姻 我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保护我的家庭 哼 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不敢再靠近安家半步 那小程就得为他没做过的事情 而内疚一辈子 哼 他活该 一能 如果是你 担负着这样 我需要的良心谴责 你一定也会很痛苦 将心闭心 我希望你能把事实告诉小程 别让他一直活在 自责的阴影里 不可能 我就是要让他 内疚一辈子 你不能这样 够了 不要再说了 哥 我真搞不懂你 你怎么老胳膊肘往外拐呢 他是谁呀 我是你的亲妹妹呀 你怎么竟帮他不帮我呢 你是我妹妹 如果有人伤害你 我会尽我的权力保护你 但同样的 我也不希望我的妹妹 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 好 那陈华现在就伤害我了 你保护我了吗 你明明知道真相 你不告诉我 你是怎么保护我的 你还在不在乎 我们兄妹之间的感情了 这跟兄妹感情无关 丽娜 做人应该厚道一点 厚道 那给安琪吃了毒蛋糕进医院 这算厚道吗 还好咱家安琪没事啊 你知不知道 你的宝贝女儿差点没了 像小程这么恶毒的女人 还跟她讲什么厚道 这是两码事 总之 这件事情 肯定另有引起 小程也不像是 会伤害安琪的人 哦 我明白了 你心里 还爱着陈华 对不对 我真为大嫂感到难过了 你胡说八道 还不承认 如果你不喜欢她 咱们一见到她 整个人就变了呀 处处为她找理由 而且不顾亲疏地维护她 如果不是因为爱她 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呀 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跟我爱不爱她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丽娜 你怎么现在变得 如此不分是非 不知对错呢 不分是非 不知对错的是你呀 哥 你醒醒吧 小程那样的女人 根本就不值得 我分心无愧 如果你不跟小程说明真相 那我自己去 说到底 你还是在一心一意地维护她 对吗 我没有在维护谁 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 好 你去说吧 你只要敢去找小程 我就能让大嫂知道 你心里 还对那个小程念念不忘 反应不会相信你的 我有的是办法让她相信 不信咱们走着瞧 丽娜 你在说什么 你敢威胁你哥哥 对 我是在威胁你 怎么了 你一心只想着外人 你根本不顾你的妹妹 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 你自己看着办吧 大嫂要是知道这件事情 后果会怎么样 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好 好 怎么了 家呢 说什么去啊 怎么回事啊 还不是我哥 他知道我假装怀孕的事了 还知道我故意假装流产 把责任推给陈华 他怎么知道啊 现在不是问这个的时候 反正他就是知道了 重点是该怎么办 你快点想办法呀 他要把真相告诉陈华了 陈华已经被赶走了 就算大哥要去找他 也不一定找得到 哪怕他找不到了 把这件事说穿了 陈华能把我们怎么样 陈华能把我们怎么样 他威胁得了我们吗 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个 是另一方面 你是说爸妈那边 那怎么办 我把这件事都看到我 那边就看了 那边不见了 好 你不见了 你不见了 我妈的事 我都不见了 我妈的事 我妈的事 你不见了 我妈的事 你不见了 你爸一定会把我扫地出门的 不会吧 怎么不会 上回就是因为长话的事 爸就要把我扫地出门 是你利用假怀孕的事 他才被迫统戏 现在你让他知道我们骗他 你觉得他还会接受我吗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事啊 一定不能让爸知道 好 我去跟哥说 让他别告诉爸 没用的 大哥跟大嫂因为我坐上总经理的位子 心里边正不服气 现在又有这么大个马柄落在他们手上 他们还不偷着笑 就算大哥不会 大嫂也肯定会拿这件事情 趁机打击我们 那我们不就完了吗 少君 我不要失去你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让大哥跟大嫂闭嘴 堵住哥嫂的嘴 你要干什么呀 你不可以啊 你放心吧 我自有办法 我绝对不会伤害他 那就好 放心吧 你这要有老子爱 肯定没事 对 我是在威胁你 怎么了 你一心只向着外人 根本就不顾你的妹妹 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 你自己看着办吧 大嫂要是知道这件事情 后果会怎么样 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你自己看着 我 怎么 再坐一会儿 待会儿就回房去睡 你明天还要上班 先休息吧 好 你也早点休息 别太晚了 范玉 我问你啊 你对绍军 做总经理 有什么看法 绍军 他是一个很有企图心的人 由他来带领公司 也挺不错的 雅康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公司的事了 说关心 倒不如说 我觉得绍军这个人的行为 有些奇怪 奇怪 我觉得绍军这个人不过诚实 之前 他隐瞒小城的事 和丽娜结婚 而婚后的丽娜跟着他 性格也变得 像另外一个人似的 丽娜 他怎么了 他为了绍军 做什么事情 都已经是 不策手段 丽娜 他到底做了什么了 你告诉我好不好 没有 没有 我只是担心而已 范玉 我觉得 为了 安事企业 你在公司 得帮着我好不好 担起监督绍军的责任 我会的 你不用那么担心了 公司的印章都在我手上 没有我的同意 少军他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的 别太担心了知道吗 这样我就放心了 睡觉吧 还好吗 哎呀 好 别